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過在台北捷運 台灣男生罵外國男生的新聞嗎? 你有什麼看法? 在台灣對外國人的確有一種負面的刻板影響 這個我不管 CCR常常被罵 我比較在意這件事 別人 不管是誰 跟誰交往 KMPS 幹你屁事啦 不要再說台灣女生被偷 被騙 女生不是東西 不能被偷 台灣女生很聰明 沒有那麼好騙 罵外無所謂 但是不要再罵台灣女生吧 拜託 捷運的那個男生 的確讓我們台灣有一點難看沒有做 但是這個不是台灣的做 是他個人的問題 外國Youtuber先生 靠 你這集太紅 藝人龍門 增加10倍 哇 你會長成語 厲害 厲害 遇過這樣的狀況嗎? 有 這個禮拜我再拍 推關 台灣蜜的廣告 路邊有一個阿公 看到 莫名其妙的開始罵我 乾XXX 阿公 別送啦 好可愛喔 大家都來這邊拍台灣 其實對身體不舒服 給我滾開 阿公 我先來走 沒有怎麼樣我就走了 靠 我太笨 應該要跟阿公找家 拍他放在YouTube 就紅了 那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記得留言 在那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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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將會不會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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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